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看起来蛮落寞的 有人说他是憔悴了不少 连一个总统的新年元旦文告四平八稳 其实说大家把责任由他来一间承担就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和解的往前走 事情还是要继续的来推动 没有想到网路又是一片骂声连连 到底怎么一回事 今天有好好的讨论 先来介绍我们的与会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先生 惠民好 大家好 康安君先生 惠民好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李清源先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敏峰小姐 大家好 亲民党的这个负密署长刘文雄先生 大家好 以及媒体人周年晃先生 惠民好 大家好 先一开始来看VCR 捍卫主权 提升国力 照顾弱势 绝对不会让台湾空转 元丹文告马总统机动消毒 任其最后一年半绝对不会摆烂 所有的不满应该到我为止 由我承担 长久以来朝野累积了太多的对立 不能有效合作 一直是我担任总统到今天最大的应该 只要有利于政局缓和 我愿意促成朝野任何形式的对话和合作 拉低声段期盼朝野合作 毕竟九合一大选民意大海啸 狠狠用选票教训马政府 行政部门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检讨与改变 根本不可能跟上 以网络为平台的公民对话 及公共参与 将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 视为警惕与督促的力量 这样的施政才能避免一厢情愿 让人民无感 下令行政团队痛定思痛 马总统释出善意对年轻世代低头 偏偏这么刚好 元旦升旗暖场就唱这首歌 文告内容不像过去般数字 袖正机或大谈两岸和平 难道蓝军真的拉警报 把马总统给逼急了 有警报总是比送入太平间好 所以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警报出现 国民党还是可以有大有作为的 马总统加油 在下朝这一集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他有具体的做法 就像昨天 这个陈水扁保外就医的事情 大家都在期待 那不是一个总统伸出橄榄枝 跟大家和解最好的时刻吗 马总统检讨反省 大喊蓝绿和解 却因为阿扁保外就医落空 和解这不棋 在新年一开始意外破局 好不好是这个马总统应该想说 不放阿扁你们也要骂 放阿扁稍微delay一下你们也要骂 你到底叫我总统怎么做呢 对不对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放的话 很多人都在讲 你如果要放给他做点衰气 何必要这个样子 东托西托这样 而且到最后拿了一个叫做 塞车作为理由 实在很多人搞不太清楚 这个什么时代 台中塞得通 塞得这么久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元旦文告的部分 事实上他朝两个方向 一个是和解跟合作 马总统讲说 这个朝野对立 是他这执政以来 最感到难过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不太懂 因为他所提出来的这个说 愿意促成朝野任何形式的 对话与合作 不懈议提各种形态的国事会议 乐观其成 你记不记得之前 我这边记得应该两年前的时候 蔡英文就已经抛出了 所谓国事会议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当时马总统是怎么回答 他说不需要开国事会议 来共谈就好了 没有 他说到立法院去就可以 他说立法院那边就是一个 我们很完整的一个民意机关 那大家有事情的话 就到立法院去 然后大家讲说 你是不是应该跟朝野 这个稍微谈一下 他就直接点名 你知道 我可以跟蔡英文谈 跟苏贞参谈 可是在野党 又不是只有这个 所谓的民进党而已 你还有像清明党也在 那你怎么不跟清明党谈一谈 那时候还讲说 有意愿要找 结果后来听说 连邀请函也都没有发过 所以大家都在想说 你今天现在来开始讲 朝野合作这件事 那如果没有因为 九合一大选的 这个所谓 蓝军的 拉的警报 可能已经不是警报了 蓝军警报 蓝色警报 蓝色警报 已经不是警报 是因为他直接 就很多地方都输了 如果没有这样子 马总统会抛出 这样一个国事会议 结果你现在抛出来之后 民进党就讲话 民进党就讲说 其实我们已经准备要办了 如果你马总统愿意来的话 OK了 我们可以发邀请函给你 换我们邀请你来 你当贵宾 态势很不一样 对 这个态势就整个翻转过来了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如果马总统讲说 他要乐观其成 你是要主办吗 如果要办 你要怎么办 这屁股也要拜 如果没有 我看这个马总统说 任何形态的国事会议 都乐观其成 乐观其成 意思是不是说 好民进党要办 也没有关系 我也乐观其成 有邀请我 是不是也会列行 我们不知道 那民进党现在 会不会对总统 挑过难过 民进党这次的国事会议 是不是准执政之前的 一个准处准备了呢 现在状况进行的如何 其实他们12月中 才开始成立那个国事会议 那就是因为那个 朱立伦宣布 要选党主席的时候 就抛出一个限感 那蔡英文就回应了 一个国事会议 那12月中才开始成立筹备 那吴昭熙现在是开始邀请 主办人是政策会 段银长他们 那主要锁定的 叫做宪改 国会跟公民团体 请问这三个议题 关总统有事吗 一直说总统要来干嘛了 宪政改革的权益 现在也不在你手上了 那国会改造 蓬炮也不是总统 也不是总统可以决定的 公民团体 总统不是很怕公民团体吗 那如果说你很早之前的 国事会议是包光年金改革 然后有关于行政体系的一些 种种的政策问题 那是可以请总统代表 跟那个行政部门一起参与的嘛 这次国事会没有年金改革 没有 现在民党锁定的就是三个部分 就是宪改国会改革 跟这个公民团体 它是比较高层次的那种 宪法层次的问题啊 这次会加一个议会改革啊 对啊 对啊 就是会加进去嘛 然后这个 签目标呢 就是锁定朱立伦嘛 就是我国民党的主席 跟国民党的主席 两个人一起参加啊 那你总统要不要来随便你啊 可是你可能 你来的时候 你就在旁边旁听嘛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要讲到 行政的年金改革 或什么 因为你过去 已经错失了很多改革的机会啊 你比如说年金 大家讲了半天 就你是做半套嘛 然后到最后什么 油电双掌 最后你还不是回来 所以大家就已经看破这个总统 那总统就说 求求你啊 让我去一下 也可以 所以现在吴钊燮也 民党也说 我们绝对会邀请总统参加了 可是你看 总统到了现场 看到双英在那边 演那个国事会议的主席的时候 总统你不觉得很尴尬吗 我觉得他最终还是不会去啦 这个民党现在在筹备国事会 亲民党会参加吗 态度怎么样 会跟着民党发动的议题走吗 我想亲民党对于 只要对国际民生有好的事情 我相信亲民党不会缺席了 但是 为什么有但是呢 但是这样讲 就是国事会议 根据我们的认知 那似乎好像是 应该是由执政的政府来 来举办才对嘛 因为你国事会议 谈的议题 不管你是五花八门的 谈完都要执行的 要执行嘛 那谁能执行 这有执政政府嘛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主席 她所做出来这个国事会 姑且叫国事会好了 我认为就是将来 2016民进党不管谁要参选 它的政见嘛 因为这个提出来的政见 可以说大部分人都会支持的 所以那个政见是 这个绝对立于不败之地啊 所以2016亲民党会缺席吗 不会啊 总统大选哦 总统大选先不要讲那么大了 怎么会 怎么会 你现在就要准备了 过来年都开始暖身了 不过请各位注意 亲民党政治不用联署了 不联署了 不联署了 我们只要去标会 标了1500万我们就可以选了 还要标会 不要用标会的啦 不一定是哦 因为政治现金很危险 对你自己都刚刚做证完 所以你的意思说 到底2016不会缺席 我不是问立委啦 立委大家兴趣不大 因为立委肯定会缺席嘛 总统大选会不会缺席 我等一下打电话 我去问一下 还要再打电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这一次我们刚才 这个马总统讲的这些话 很多人都说 你说的是都说你自己 你自己哪有做会搞 因为他讲这番话 好像正在制高点 总统训话 训斥他的干部的感觉嘛 很多人觉得说 你要是有做到的话 其实你的干部会做不到吗 现在这个讲话的态度 是不是怪怪的 还有国民党接下来 党主席马上就要新人来接手了 党产问题嘛 加醋比 已经闻到一点火药味了 朱立伦都说 党产该清理的 要好好的清理一下 吴定一站起来说 那个我们都清理好了 现在都是干干净净的党产了 哪一个不干净 你讲清楚啊 朱立伦在隔空开炮 炮什么 我们来看看 新闻市场 朱立伦参选党主席 胡选来到桃园 党员热情包围 抢握手 摇旗呐喊 没停过 就活向总统大选 重心拥戴 我们很快就重新站起来 跟人民重新站在一起 我们一定会拿回 我们所有市区的江山 市区的执政权 镇并高呼台下 欢呼声士气 党员全力相顶 朱立伦站在台上 火力全开 连执政中央都不放过 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政策 我们有一些不适当的做法 让民众离国民党 越来越远 我们还是必须要尊重 接受这种建议 抛打中央争取支持 朱立伦抛开执政科就 要带领国民党走自己的路 更从桃园到新竹 闪电式办说明会寻求支持 台下更力拱朱立伦 成为新共主 也只有朱立的主席 能够带领我们 赢得2016的总统 以及朱立伦的选举 我们绝对不会照顾你 只选招你 大家说 对不对 真的是话中有话 不止选主席 难不成还有选总统 朱立伦会不会抬教 便坐教 急功2016 朱立伦 朱立伦坚持自己不参选 倒是党中央 对这位未来的主席动作频频 就连朱立伦 抛出来的不当党产归零证件 也被自家人当成假一职 明德瑞说 其实任何人只要有心上网查 那些网站查就可以查得到 我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报表 不让党产再黑箱 朱立伦誓言改变国民党 一副新共主姿态 有没有机会直攻2016 恐怕只有朱立伦自己最清楚 我们来看看准朱主席现在呢 元旦三天 十一个县市六场政见说明会 接下来还有三场党籍立委的浮选要跑 南下试试看自己的人气水温状况怎么样 温雄大哥就你了解 朱立伦 很多人刚刚那个词意讲话又一次 绝对在2016的 带领我们迎下2016的总统 现在国民党内有两三位 比如像陈学胜 刚才的廖正景 因为他们曾经是桃源县的副市长跟局长 所以他们跟我一样 言必称宋楚瑜 他们言必称朱立伦 老板如果得到的话 他们升天他又得到了 所以手下的已经在拱了 对他一定是在想 所以他一直在拱 可是你知道 我听过他们说的最离谱的话就是什么 他们在取暖 当民进党的台南市议会输的时候 居然有人说 这是朱立伦的大胜 这跟朱立伦大胜是什么关系 那国民党也买票啊 那朱立伦是不是要负责任 所以你知道现在已经疯狂了 因为国民党内找不到一个明天的希望 所以他们就好像觉得说 朱立伦就先设定朱立伦是他们 可是朱立伦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他刚才讲了一些话 你要不要重新检视一下 国民党有一些错误的政策 谁决定的 你是副主席 你也参加院会 那有一些错误的做法 你参加院会 那你怎么都没有声音 选前你高兴的那种得意忘形 像贾斯伯不是贾伯斯 对吧 每次都讲错 请问你那时候态度是什么 不可一失 贾伯斯 对啊 所以你们都没有发现我讲错 他意思是说 没有我自己怎么讲错 假司伯 所以你看都没有人 就是说没有人去检讨自己 每个人现在 而且他到了桃园 桃园本来这些去的人 我看了一下 台北县 那个什么 那个议员都有带队去 新竹那洛选的市长也带队去 大家在那边取暖嘛 是 所以这个场合 等于就是要给主席长面子 给面子 第二个什么 好几的人马都落来了 他担心他的党员投票的时候 没有超过半数 也很难看嘛 所以这些 这些目前都不足以代表 2016的发展如何 甚至于讲难听点 是不是在 今年的5月20之前 这个社会大变动的时候 朱立伦是不是能够领导呢 你能够引导这个趋势的话 你就会有2016的机会 如果你也是跟着大家屁股后面走 那也完蛋了 你觉得他现在就是看着风向才决定 所以你认为他是一个投机主义者 他一直都是啊 你认为他并没有领导趋势 领导意见的走向 没有这个能力 他非常聪明 他其实跟马英九是差不了多少 但是比马英九更聪明 会做公关 但是是个机会主义者 他从来没有想要去领导什么 引导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就是谨慎 看完风向再决定 你觉得他个性是这样 这个东西 我再说好像每次我们都 全台湾除了宋楚瑜之外 我都骂完了好不好 你不要害我 其实我看国民党在1.129败选之后 到现在一个多月的表现 我发现国民党没有变 真的没有变 朱立伦刚刚在那个党员的场合 你看那个时候的朱立伦 跟平常他在媒体面前的朱立伦 你会发现那是两个人 那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我认为在党员那个场合才是真正的朱立伦 刚刚这个刘委员讲的没有错 朱立伦大概是在国民党内 继马英九之后的第二号的机会主义者 他跟马英九其实在很多部分是非常相像 都是跟随在风向之后 所以马英九在白晓院命案发生的时候 他会去辞政务委员 因为他知道那个是他的机会 同样的道理 朱立伦你今天要检讨国民党过去 你也承认国民党过去的执政 有一些是不当的 是不恰当的 可是当过去这六年来 有很多争议性非常大的议题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看到朱立伦在表态 比如说核四的议题 朱立伦唯一的表态一句话是 没有安全就没有核四 那这句话不用他来讲 我们讲都可以 然后呢 两岸签署的各项协议 朱立伦也没有表态过 包含邮电双长 朱立伦你从来也没有表态过 这很多这个时候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机会 是让你可以变成 蓝军里面的意见领袖的机会 可是朱立伦因为 胆小甚为 所以他不敢表态 他怕变成粗头鸟 那郝隆斌呢 就比他直接一点 你是谨小甚为讲错 还是你真的要讲胆小 他真的是胆小 他的谨慎已经到胆小的程度 我必须这样子讲 就他很多事情一定学会计的嘛 他要经过精算之后 他才会做决定 可是我们知道做搞政治有时候 除了当然要算计 可是除了算计之外 也是他需要一点勇气 需要一点判断 那我觉得朱立伦在这部分 他是欠缺的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朱立伦展现出一个 国民党目前还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政党 他的党主席该有的领导的魅力 跟领导的威信出来 包括他讲的党产 其实他跟吴敦仪讲的没有差别 大家听起来觉得说好像不一样 其实讲的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说党产都干净了 都是正正当当的 吴敦仪讲说 不然你告我啊 党产99%都已经归还了 那朱立伦是讲说该还的就还 那请问什么叫该还 什么叫不该还 那你朱立伦 你应该告诉我们 国民党的党产 有哪一个是正当取得的 你告诉我们是正当取得的嘛 在我的认定里面 国民党党全部都不正当啊 那我问你啦 现在就是说这个朱主席即将上任了嘛 朱主席以后的决定 会不会听谁名义 而跟马总统有相拙的时候 他以后在某种 在大多数的时候 他的决定 他的想法政策 会跟马英九应该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因为他还要选择 对因为他是有未来的人 马英九是没有未来的人 他就是反正就是做到 2016 5月20号截止 那接下来整个国会怎么发展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年半 整个国内的政治的发展 重点会在国民党内部的 不和 或是内部的冲突 那民进党这边呢 大概就全心准备去选总统 所以你说 要谈修宪什么的 马英九不用来参加啦 因为你来干嘛呢 你只要 民进党主席跟 这位先生有事吗 不是 慧敏 只要民进党主席跟国民党主席 两个人讲好 这个党里面达成共识 因为修宪 所有的步骤里面 没有一个步骤要经过总统府的啊 我只要立法院搞定 就出去就公投了嘛 所以只要 朱立伦跟蔡英文两个讲好 他基本上是可以修宪的 那马英九这时候 你也不需要来插什么花 可是马英九因为 他是不甘于放弃权力的人 所以未来他会 有很多动作 会跟朱立伦产生一些 结构上的冲突 那如果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行政院长该怎么处理人群 那毛泽国不好做 我觉得毛泽国应该会听 马英九的啦 没错 他不太可能会去听 朱立伦的 那这个党主席要做什么用呢 那党主席都讲了嘛 这以党领政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所以相对来讲啊 就是说我 我第一个解读说 朱立伦当时讲说 以党领政时代那个过去的时候 某种程度来讲 他不会去干预马英九 就在政的这一块 因为反正说难听一点 做坏的 谁要扛这个责任 一定是马英九嘛 那当然朱立伦要不要在背后 扮演一个说 我去跟 像年华文哥所说的 说我多数的东西 可能会跟马英九一肩相作 我比较保留啦 朱立伦从以前到现在 他就不是国民党内的改革派嘛 他什么时候针对党务的东西 出来大名大放过 大家对他最有印象 去年一月的时候 讲说什么春节加薪 没办法加薪的话 那就多放几天假 讲说政府不要僵化而已 除此之外 在重大的争议事件里面 你很少看到朱立伦 确实会站在国民党内部说 我是一个大名大棒的角色 这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你如果观看说 朱立伦从他表态要选党主席 到现在为止 你看他真正提出哪一个东西 是在座大家真的觉得有感的 他现在党产说到这样 大家都觉得他在讲空话 更还有其他的东西 比较有感的事情 好像是他跟柯文哲 站在一起的画面 比较有感 就那个自拍的那个画面 矫情了一点 所以我讲说 我讲说国民党里面 就是有没有可能 形成那个状况 就是你只要想说 国民党内从朱立伦已降 每个人都跟马英九不一样 然后就马英九一个人在那边讲东 然后所有人都不对 不对你要讲西 我不太可能认为说这种画面 会在国民党内产生 因为国民党从以前到现在 他就不是跟民进党一样 民进党基本上是用冲撞的 我的意见相左的时候 我就是大家大名大方 那谁冲撞 谁讲的有理 谁被接受 谁来leader 所以接下来你可以预见是还是以总统为尊 以总统预见为尊 我觉得他们在台面下面的角力都会有 但在台面上不可能会明着冲撞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光看几个党内的大佬彼此不爽到那个程度 可是你到台面上的时候还是大家笑一笑 也是做个样子而已 也不会说真的把这个所谓的 你总统做你的 我国民党在下面就拼拼骂你 大概很难有这种状况出现 好 我们刚刚那个证件说明会的场合当时是蛮猝鼻的 刚刚这个文雄大概有点到了 其实像是陈学生或者是廖正景 他们都希望可以把朱立文给拱出来 朱立文他说了 做了新北市市长 在这次的显胜之后 要做到满 做到好 有没有可能酝酿这种基层的情势 就好像当时马英九当马教授之后 拜托他出来当国民党的救世主出来选市长 这次国民党内 尤其是基层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气氛 就是说朱立文走到哪了 你们国民党的精神就希望他来救国民党 2016不能缺席 是 我想现在国民党的这些支持者 包括党员 当然心中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虽然这一次在全台湾 多数的这个县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 那台南市是另外一个 还有有待在进一步深究 但整体而言的话 至少在议长副议长的话 基本上整体而言是比较属于胜选的这样的状态 大家希望进一步朱立文能够 你们这功劳怎么没有删在吴敦医身上 代理主席嘛 做了你看打第一仗就打得这么漂亮 这个代理主席 基本上来讲大家知道他是代理主席了 那现在我们现在才就是说 所有的党员 国民党的支持者 目前来看 他对朱立伦有几个期盼 第一个期盼 希望他能够确确实实的修正 党的执政团队的一个 他们的过去错误的一些政策和决策 第二个就是说 他希望能够落实党内民主的改造 现在没有党内民主 现在党内的民主其实是 基本上大家是很不满意的 我举例来讲好了 光县市党部的主委 国民党还是党派嘛 还是党派嘛 那民进党已经是党员投票了嘛 所以党员希望说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许多的 包括各县市党部的主委 包括内部的很多的人士 党员希望有直接或间接的 一个民主参与的机会嘛 那过去没有嘛 现在党员过去一向就是 啊 选举来了 于是呢 开始拜托大家 开始动力 开始投票 永远他就是个投票的 投票的棋子而已 所以国民党的党员 希望未来在国民党的 党内民主改造里面 有更大的一个参与的机会 那么国民党的党员 也希望朱立伦 如果当了主席以后 能够把党内的很多的事物 能够透过网络 能够透明化 能够公开透明 党内透明 因为过去 所有的党员 没有一个看得到党产嘛 他根本 像我一个议员来讲 好了 我回到国民党六年多 我从来没有看过 什么党产内部的任何的资讯 什么都没有看过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的 直下14亿议员的选举 从中央 党中央到市党部 补助我就是五万块了 那补助五万块 我还得去背那么大的党产包袱 我还得背那么大的党产包袱 我还得背那么大的党产包袱 我想对我们来讲 这是那一届选举拿最少的 对不对 我只参加过两次 我上一次是二十万 这一次是五万 你看一下子跟你缩水那么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所以你们钱花到哪里去了 党的钱花到哪里去了 对我也很委屈 我只补助五万块 可是要背负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党产包袱 那是他 所以他五万 其他议员不一定五万 杨石修议员也说他五万 都是五万 罢民党所以只有五万 现在逐一 逐一拓检 这是公开的 那么 基本上来讲 我们很希望说朱立伦主席上去了以后 这个至少能够第一个先做到 把党因事业全部结束掉 这个党因事业全部要结束掉 我觉得这个最起码他要做到 这个是跟党产到底正不正当 我觉得没什么关系 最主要是你是政党 就做一个纯粹的政党 你就一个辅政的政党 你就是一个辅选的政党 我们希望他这样做 可是横数只剩五万块了 也没差了 五万块就五万块没关系 至少让我们不要背负 这么大的党产的包袱 这个我们觉得很委屈 随便一个私人气都管你十万 很多人进权的时候就说 你是国民党的议员 党你很有钱 不用捐你 我们就受到这样的一个挫折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这个打击 这次跑行程还要被考试说 企业你急急什么人 国民党起来还问人家急急什么人 其实给他难看 但是我觉得说 我们的党员事实上有一个矛盾的想法 就是说朱立伦主席 当了主席以后 他似乎好像对2016 他要做辅选的这样的角色 那他的目标是放在2020 那这毛巾就出现了 那他辅选总统 总统到底希望要胜选还败选 如果他是胜选的话 你问到关节了 要发言了 如果他2016是胜选的话 那2020不就没有他了吗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说 让胜选的人说2020 我来选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 你只有五万了 所以也就是说他应该去锁定了 如果他这一次不出来选的话 他要锁定2024 这个才是合理的 他不能锁定2020 如果锁定2020的话 我们的党员非常担心 到时候他是东方求败 他不东方求胜 我们就麻烦了 可是习近日上去就会败啊 所以你是不是直接就说 你要就出来当党主席 你要有实选 你要提出党的政策 不一定跟马总统要一样 要有一新的气象 虽然年幻怀疑他做得到 但是你是这样提取他 同时你觉得要就不要 来一个东方求败 就是直接参选2016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要么就2016 要么就是说我2024 这样的话这一次才 2016才会觉得说 这党主席是要辅选和赛选的 才可以快速的整队嘛 还是东方求胜嘛 你这样子创一个历史啊 八年前就宣布要选 因为苏立伦知道2016不会 人家他没有宣布2020要选 朱立伦多聪明的人 之前人家说 2016蔡英文的对手 如果是苏立伦的话 还不知道要输赢 这次难道真的已经非输不可了吗 今天我们这么看了 国民党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月来 是很诡异的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 那个落选的那一 不是落选 我是说你们落选 我说我们11月29号 九合一选举结束 原来你的心是国民党的 对不起 然后那天我就说 朱立伦以前 我觉得他可能2016不会参加 可是现在局势变 我觉得我那天就讲说 可能2016朱立伦不会缺席 那他现在接连 就是说新北市当选了 然后这个 又选国民党当主席 大家觉得他2016结束了 就没有了 就是直接跳2020嘛 可是你可以发现 他最近的曝光度非常高 第一个新北市议长他选赢了 然后第二个 大家看到他跟柯文哲一起合照 你当时你不觉得 这种国民党的这种形象 完全不一样吗 我觉得很猝鼻耶 他在跟朱立伦 柯文哲在跟朱立伦合照的同时 他的总干事姚立明说 我们选前都在躲蔡英文 所以设计那个欺负 拜访朱立伦 躲蔡英文 那接下来2016 柯文哲到底这是谁 这就一个问题 那你就看到朱立伦他一直在 在拉着美光灯 然后最有趣的就是 对不起我现在有写一个表 但是写得太临时了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12月23号做一个声望表 就是一个T台做一个 员呼声望表 你看这个4月29号 年中的时候朱立伦是第二名 然后蔡英文是第五 因为蔡英文当时没有位置嘛 所以他第五 可是23号 就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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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都选 选 选23 12月23号 最后一选举之后 结束之后 还要选议长的时候 做一个声望民调 朱立伦跳第三名了 他赢过蔡英文了 等一下 蔡英文是谁 第一名是谁 第一名 原本都是陈菊啊 对不起 第一名是陈菊 都是陈菊 然后那个赖清德第二名 第三名朱立伦 第四名蔡英文 第五名蔡文哲 对 蔡英文没有跑在最前面 所以你为什么就很奇怪哦 因为今年是民调大胜 对不对 是 可是他的声望竟然只 竟然输给 只赢两万票的朱立伦 你就觉得说 你觉得朱立伦在这种情势之下 然后加上整个 不是真的那么险峻 真的不是那么险峻哦 当所有媒体一面倒都说 2016的蔡英文在西尊 对 很多人 对 蔡英文在他前面 民调在他前面的 都在冷笑对不对 所以我一般讲说 如果你政治局势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时候 好像都会有变数哦 所以说你看 你看吴敦毅 真的是民调太差了 他虽然有进步 他现在最近是赢过了总统跟毛治国 可是他还是 胜之步 赢这两个有什么好骄傲的 他以前都输啊 我们随便一个出来也都比他高 对 他以前都输嘛 他现在赢 你要给他鼓励 你不要这样子 所以他虽然有进步 但是他还是差太远了 所以你现在这个整个朱立伦的动作 你就整个蓝色的基层造势造起来了 你知道吗 但会觉得说你2016你出来选 未必就只会输 就真的会输给蔡英文 国民党2016不见得会丢掉中央的执政权 国民党基层真的是这样子吗 觉得说被人家看虽看到底了 接下来这一仗就要反扑了 其实国民党的基层 现在认定 这次九合一的选举 其实是输给 这个大概占40%到50%的中间的选民 淡然或淡律的中间选民 他们认为是这样 那淡然淡律的中间选民 甚至包括40岁以下年轻族性的选民 所以他们很希望说 朱立伦能够出来以后 坦白讲国民党党员现在 普遍来讲都认为说 朱立伦是朱立伦的 马英九是马英九 所以他们要分得很清楚 你们自我切割就对了 他必须要切割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一定要所谓的重开机 重开机以后重来以后 国民党在2016才有慎选的机会 所以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整体都在 大家都懂得什么叫重开机了 所以重开机以后 这个亮出来的就是朱立伦 所以这一次马总统在 总统元旦文告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感觉上就是他自己自拉自唱 就是这样觉得 你们也不管他了 基层也不管他了 现在好好重开机就对了 你那一大段都要先改革掉 你如果那个部分不改革掉 即便朱立伦换上来 事情不是随便呼唯就可以开始了 你真的是说把朱立伦跟马英九 两个做切割 我讲难题不是朱立伦跟马英九切割 国民党有办法跟马英九切割 你如果是真的说国民党跟马英九切割 今天真的说切割得干干净净 真的你能切割干净的话 李宜远已经切割了啦 五万啊不切割不痛啊 不是啊你就算切割了之后 你就真的大家都认为说 国民党没有马英九之后就已经复活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难度啦 是广告就有更多讨论 马上回来